向监前迅 然后他们写一百二 其实是火地 近 二妖级 你看他的是第一 他的百二分钟是在哪一个 第二 做的是二十八修是哪一个 在哪一度 找一下 快山四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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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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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地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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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我们昨天讲的 六十四 四巷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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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 尽 尽 尽 起来 尽 尽 局 二十八修杆是哪一朵? 十佛吧 十佛吧 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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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帮我们找找吧 那这个大家得会看 因为你看古书很多的案例 你看不懂 以后我们出去考察也看不懂 它这个火地是哪 你看静卦 哦,你不许 静卦就代表火地静 这个二摇 这是静卦 静卦对应的就是从生摇开始 上摇 少摇不就少摇是什么摇 是吧 上九二就是二摇 就是这个二摇 就这个二摇,红点这里 这个二摇,然后相反对应的是 十佛的十六度 十七度 对应的是十佛十七度 是吧 三百六十分钟 三百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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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十七度 三百五十七度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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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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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度 一二三十五 十六 十七度 十七度 这个位置 前逐一二 前逐二 躯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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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容就是能把它烧吧 这个是从上开始 它从上开始 哦 不是,我说错了 我说错,对不起 从初开始 我说错 我说错 那个初是 初是代表一字 对,初代表一 对不起,对不起 三百三十度,应该这 三百三十度 实处四度 二阳,那这样就算了 再三百三 对,是吧 这个,你不是说的 间前一序吗 摩写错了 应该是 在这 二阳 摩写错 二阳 这个是 三百三十度 摩写错了 是 摩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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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就是 火 这就是 三阳 四阳 刀 刀 这就是 二阳 对 对 下面六格子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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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上面那一块 下面那五个六阳 六阳 六阳 这二 这红点上 对 红点上最精 那会的 你这一般都叫红点上 有的人 可以尖砍 参考 对,尖砍 可以参考 不该讲错了 刀是 估计是 对 说眼镜 这对我们 我们要会看 不然说三合家还是三原家 一有 出刀 刀是 刀这个还是 二阳 二阳上 他有两圈 两圈 两圈 刀 这一圈 对 最外面一圈 最里面一圈 是六十四刀 圆图 我们用最外面一圈 这一圈 对应的是六窑 这是方桶 圆图先天 方桶 对应的是方桶 方桶 每个刀都用六个窑 天挂对了六五格 更挂 没有格子六窑 他这个出就从下面开始 一个挂 前挂 八十七出 对 二开始是出 对吧 二三四五六上 我看错了 我说你多少 三百五十九度 三百五 多少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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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百三十五 这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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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度 出现 一度分出中路 做中间就是中线 做 点五就是中线 点五就是中线 做一点就是出现 靠近了331 那就是墨线 所以分镜就这么一份多分镜了 1080 很多你看很多 这困难西面上很少 有些他就会讲出动物 你知道什么意思 他还是28线分镜里面讲的 他会讲 石锈三度墨 石锈三度中 你看半天中峰墨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格子里面 多少的意思 这是我们用罗盘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 包括以后我们去考察 在脑子中的案例 我们测量的时候 不要简单 测量一个128 120分镜就行了 对吧 周度分镜加个120 我们要测量到准确 测量到他的具体做哪一度 用18线表示出来 最好再写个360度的分镜 给你回去好推算 算他做的分镜到底做得对不对 是吧 做的分镜对他的家里的防控 哪一个要补救 是补救哪一个还是害了哪一个 是吧 根据新方来讲 新方本来对三方就凶 做做分镜也对三方也凶 那么就凶恨加凶 是吧 裸盘上面其他的内容 我想我们不展开了 是吧 是 不展开以后 再讲底气后 用到哪一层 你就讲哪一层 这我们集中时间来讲 多讲一点新话 后面我们讲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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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光讲磨盘 如果说你 不结合理论讲也很枯燥 是吧 对 也很枯燥 我们大家翻到后面看 紫离缝 在最后面的 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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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二 我这个 我这个少了 就是一个什么本 一个叫什么本 一个叫什么本 出 出完美 最出的一个看 三美 对 那个负一 那个叫什么 负一是体 也是讲心话的 但这个讲起来比较难一点 大家会先读 读书之后我们讨论 那负一也是三寮廖家的一个手抄本 过去也是密不外传的 就是 铁蛋子 地理元书 对 这个原文 那个 地理四担子 什么叫四担子啊 它就是铁蛋子 金蛋子 是吧 签蛋子 对吧 等等 这四个蛋子 就代表四个最重要的东西 其中铁蛋子 地理元书 过去 没有张九仪这本书以前 过去是密不外传的 张九仪把这个东西 写到书上 但很多的写到上面 也看不到 对 但是我们先把读书 以后有机会讲 它其实就是个钢铃 要指迷 附来书成呢 是 所有的这个 看风水的 这个 之所以三年要看风水的 那不是看风水的 一般老百姓都会 都会 对吧 你随便一说的时候都会 有时候少许一说下去 从小孩就会 是吧 那小孩在路上 我还在路上都会 1649 双风起 2738 梁冲林 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小孩读书 我还在路上都会 这个 这个环境一下 他 子民父母 他一篇就讲 先看入手五星 次看八方多年 先看龙脉 次看零堂 是吧 就这意思 先看入手五星 就是看后面的来龙好不好 是吧 看后面龙脉好不好 看入手龙好不好 看血 这个血腥高不高大 那就是看入手五星 是吧 一座房子 就我们今天合成看这个房子 首先看它后面有没有靠山 就是看后面有没有入手龙 是吧 有没有这个血腥山 有没有这个靠山 有这个靠山为几 有这个靠山为几 有这个靠山为凶 它是根本 所以这个故贵龙生初 只有 有这个龙生 有这个靠山 才能谈上地 是吧 如果没这个靠山 它就谈不上地 谈不上地 这是邓小平家的那个祖坟 这是一排 一排是四个墓 是吧 这一排是有四个木,这边是空的,这边藏了三个。 在后面这个形是什么形? 这是土形吧,坚形,坚形也不想想,破晕。 这个形呢,你说土形也对,说金形也对,在料价里面叫太阴晶。 有个方的土上面有一点帽子,也叫俄眉晶,矮的在平地上面叫俄眉晶,就是跟俄眉,一个眉毛一样。 这样的地,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地一般来说是从女性领贵,但是这个弟弟家真的用了资料。 其实很多风水先生解释说他为什么只赠女分,不赠男分啊。 而且从祖省开始,一排的四个,本来有的是跟邓小平他的母亲留住的,后来没赠。 这一排赠四个的祖龙四代,都赠的是女分。 很多弟弟家解释说是这个座位和女士,是说这样女分不能出。 这样家里的女眷就能出这个官位。 其实废业就是这个血腥中的原因,就是血腥的原因。 用太阴金,就是血腥的原因。 当然也欢迎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我的总结。 他张一下这个横针,这也有个故事,也有一个故事。 其实很多伟人的风水都有这个故事。 这个风水先生到千里寻农,寻到这里就晕倒了。 然后邓小平帮他扶到家里去吃了几个月,走的时候无法赶, 你说我找了一个好地给他。 然后给他的时候,然后说你下葬的时候, 要遇到什么头带铁盔的一对人从那里过。 遇到了余药上树,会遇到这种怪事。 那么正在下葬那一天,本来是打几天, 然后再上树逢赶机。 赶机的时候,正在那一天,他就来了外地的一个商人是卖了个铁锅的, 就打铁锅的,卖得很便宜促销。 所以很多村民就买了个铁锅。 回家的时候,又想打给你,就把铁锅当个帽子戴头上。 就是头戴铁锅吧。 然后呢,正在下葬的时候, 别人坐在那里,感激的人在那里,中途吸气, 坐路边吸气。 然后买的鱼没法放,就挂在树上,鱼上树。 所以这是典故。 这个是,那个导游,在下边的,在下边的。 你去那个,我还去哪个位置呢? 那也是不是下边,是吧? 很多人渡转,下边。 但是他这个地方有个棋,真的有个棋。 当年,曾庆红到最多南。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当这个领导在我们去。 他说在七八年的时候,当地领导, 这山上一个最大屋比的大石洞,就轰轰轰轰往下滚。 就滚到他墨的旁边,就停下了。 那个石头,这个房子可能是三层房子,怎么搞的? 两层吧,这个房子,两层三层。 那顺着小石头缝,可以趴到石头顶上。 那个顶上就有,跟我罗盘这么差不多大一个坑,是圆形的。 那个坑里面呢,成年那个水是不断的。 你说那个石头,它一部分就全水。 那个石头里面的坑就是水不断。 曾庆红说的八个字,尊重事实,相信科学。 他说很多朋友要解释,但还是要相信科学。 所以它这个坑底,首先呢,这叫胡守山。 在这里看,就是一个金形潘意金。 后面的靠山很多,特别站在这个地方看他们前面的明堂。 尊的是能容千军万马,明堂很广大。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穴位特点。 所以先看入手五星很多。 假如这穴位后面是空的,假如坐这顶上,对吧。 坐到这个位置,左右两边都空。 但是入手来说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 现在我去考察这个穴堂。 现在看入手五星。 一看,入手就没有入手。 入手龙在这边,有小龙。 你看这个龙也不成气候。 所以我当时锻炼这个穴堂。 一定是后人,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以后才重新做的。 因为这个封人不好,做什么之后,我说他这个家族就衰败。 也是现在看入手五星。 这是根本。 入手龙不好,藤菊栽好,那也是虚发假穴。 没用。 没用。 但有一个例外,我们去考察了每杯。 后面不是一条大河,哪有入手龙啊? 它就是以水为龙了。 以水为龙,把水从背后引到他们前一圈,然后建了二十八个水池。 先看自身,五星还是五星?五星,五星就是五星。 入手五星,就是看山的五星,就是五星了。 对。 就是一流帝四观星斗星斗。 不是苏北天生讲的观星斗,看天生的星斗。 拍即足夺了都。 就会看上去掉下洞。 在这个五看了之后,在任何地方看잇鼻水都是看这样。 你看淡帆大了个寺院,平原开始搭了寺院。 后面它它都有一个小山包,那个是成都平原。 那几个大寺院,宝工四野好,文中院也好。 后面都是人工堆的一个小山堡 都是人工堆的一个入手笼 你看宝宫后面的山堡有一个典故 称为紫霞山 那个和圣叫吴穷和圣 当时清朝的时候到北京来化缘 那皇帝就问他 你那个是哪座堡山 他那个平原哪有山 皇帝问他是哪座堡山 他随口一说紫霞山 后来皇帝到这个 到这个成都 这个成都这个下坊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这个山的名字改成紫霞山 所以现在宝宫是后面的山就叫紫霞山 就是一个很小的山堡 人工堆了 他人工堆你把山 堆你把山好 他又不是自然 他人工堆上来那么小山 人工堆经常用 风水里面讲 讲采茧 就是好的做法 很多好的 哪有这个天城浓雪 哪有这么好的地 你一做上去就是这么好的 都是后天要加工的 后天加工的方法很多 你看去年我和我那个大师兄 我那个师父的儿子 我们去那个去河平 河原 广东河原下方河平下 那家人他就飞得很穷 他说你要帮我找个财地 他在想找个财地 那我们怎么找呢 在一个很小的水沟 水沟从这边走 是吧 这边这里根本就 在后面有一座山 在后面有一座山 这座山根本就没法接续 但是旁边这边有一座高山起来 对吧 这高山起来 我们就在高山这里堆了个挖土 就堆了个小山包 小山包这里 这里面就做个雪尾 水直接是沟了池 以水沟嘛 在后面这山就是它的鬼山 就是它的鬼山 就在一座土包 对 人工堆过土包 堆过一年之后 再来做山全顾入口 这也是财地 相当于这个山外的这个 这叫恒隆街区 恒隆街区 对吧 很多年古人讲 包括下面 包括这个地上是那种 沼泽地 是吧 下面垫那个 垫那个草溪 然后再来做土 对 包括我自己给我自己找的地 也是能够做出来 也是在平地 不是我开始 我昨天上次不是讲了吗 那个我们当地上 那个老板他不给我 他也没说 现在也没说不给我 他说反正不答应 你也没答应我 这个话是 现在在城市的品 因为里面这个入手龙 我们今天怎么找 怎么找 大城市入手龙一定是 昨天我讲了 大龙脉一定才会接大学 才会是大城市 那么 中等城市一定是中等龙脉 小等城市一定是小龙脉 村庄也小城市龙脉 是吧 都有龙脉的方向 都有龙脉的方向 是吧 你根据龙脉的方向 是吧 后面是靠山 前面是巷 根据这个大环境的方向 比如说北京的房子 北京的房子 它所有龙脉 对吧 燕山沙脉 都是从北边来 对吧 西边也有 那么你所有地市 一定是坐北朝南 你不可能坐空朝满 坐南朝北啊 你地市就不符 在这种大环境下 人家再来选 再来选 不是 讲龙一定要经过活化 对吧 它一定 你不要直接在 这个龙还是很 很倡导的 是吧 老祖宗的 比如说这些老年人 说那里的祖上 老祖宗的那种龙 它龙脉就是很 就是 龙气不足了 是吧 连灯破均这个类的 它本身已经老太隆重了 它只能作为主山 主地 它要经过一层层不患 到了这跟前 这个时候 龙气才是最强的时候 它是最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找地 你看城市里面 也是一样 后面一定是 地市 一定是 有这个大的 龙脉过来的地方 然后 你房子 后面的这个高楼 这个算你的 这个算你的入手 如果你自己都高 后面楼低 前高后低 不是吧 如果你自己 自己这个楼 跟后面距离很远才有 这也叫脱气 后面必须有个楼 在大城市啊 也不能说必须 但是至少 你看 你看 很多所谓的 什么 什么 最高楼 什么东方明珠 是吧 这些高楼 这些高楼 包括我们去 厦门 看那个风水 也是第一高楼 是吧 这些所谓高楼 它其实就是 在顶上就是一个 八风吹 对吧 八风吹是什么意思啊 不能说它不好 是吧 但是你会断 一阀几百 一阀几百 对吧 它 它在平地起高楼 对吧 平地起高 像这样的话 一般来说 龙气 它本来所有龙脉 它这楼高 是吧 它本来所需要的 这龙气也很强 然后它八风吹疼 它设计疼气也设计很快 但是设不住 设不住的 比如说 靠山一定是非常重要 现在这个磁藏 在最后面的靠山 再不好比这里要好很多双 虽然后面降一点天板 是那一点可以化解 那一点 我们用七星池 什么都可以化解 那个七星池 加上哪里一路 叫化解 那东西 加上七星池 叫华山的 七星池 对付的就是阴风地露 阴风地露 和七星池 就是一条水沟 是吧 深藏于这个 两条山脉之间 这一条水沟下来 是吧 有很多两条山谷之间 有一个峡谷 是吧 它这里有一个平地露 很多人家叫浙康曼熊 是吧 浙康曼熊 是吧 浙康曼熊 他今年我跟他父亲选地 都要到他们村上 这后面有一个峡谷 对付人家 我这家有没有厚的 他离开 我说坐了多少年 他说至少有十年 我说他就没厚的了 他也是后面峰 后面 后面阴峰直吹嘛 也是阴峰直吹 像这种化解就是 用金木水耗筒 吸过水池 相当于把他这种 直线的能量给减少 包括阳东风水 那个廖金金他们后人 他那个过去廖江后人 能力不忘胜的 也是廖文正的后人 在他的那个厚山 我就可能找不到 在厚山开了一个七星池 做这个化解 就包括我们去考场美贝古村 他也是用的是 用的是二十八星秀的 做了二十八个水池 完全按照二十八星秀的身份 来做的 七星刺就给 背头七星的形状做 对 就按不背头七星的形状做 厌水有变化 水是什么厌水 水是什么厌水 厌水再会种 你别有的变化 那个厌水是什么 水都是水是 不是 它水里都可以种 你比如说走厚呀 走走 它就是 你看这个 驱磁型的 对吧 有这个 有这个 水型的 有木型的 水磁 有方型的 有圆型的 它转很多 就是 先把五星都包裹出 是吧 对 有相生 拍来的位置 有讲究 有 跟地形来 根据地形 根据地形来 有相相生 是吧 对 这个也可以救人 这个就是风险救人 王老师你说的 和阴峰地露就是 正前一条河 阴峰 高处为阳地村 阴峰就是 地露前面明堂 屈械叫地露 阴峰 后面会讲到 阴峰就是 旁 它在这里建地 是吧 这个旁边 这两个山谷 这双山谷 这双山谷 这一条小哥过来 这就是阴峰 这双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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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讲的 这个案例 八百年宅庄村 它的末路也是因为 没有注重路守五星 是吧 它的路守五星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友方 是吧 应该有 做友方 做对卦 它现在做的是紫卦 一位墙子 要做北朝南 是吧 也是 也是 背后空 是吧 也是背后空 也是背后空 看完注射五星 黎家城的方式 也不是 也做 左护朝南 黎家城的 黎家城是哪里 黎家城的方 左护朝 哪个方式 就是在向南的 黎家城 这个令黎家城就是 左护朝南 老板 黎家城 黎家城 求ates 黎家城 黎家城 古锯 他坐在杀中的怎么会做工 喉嘛 他是在乎 他就在乎 theyometimes dieser正好 他不可能背靠海便操杀的 crosses 背 Former customize blind 所有的楼房,不可能被潮海,潮海也有个窗户,它有没有阳台,它进门之后,如果是潮海了,这前面也有兜村,都有房子,有可能这边没路进来,它也是从这边一个路进来,进气口可能在潮沙这一面,明堂一定是潮海这一面,不可能把明堂修到潮沙这一面,哪有这样做的? 看法不一样,看向座都不一样,那是平阳,那是山区,你想在山地,怎么可能,我在山地,这边是一座大山,这边是海,我不可能搬我的房子,背后是我的后院,这前面是大山,这是做一个院子,怎么可能啊? 它就算这边有路过来,可能有个小路过来,这是门论巷,这边进来之后,它可能这边,哎,这是它一个房屋,这边有个庭院,这边有个,你叫海景房也能关井啊,它怎么可能,它的明堂一定是潮海这一面? 它那个是王汉发过的,可以查一下,可以研究一下,下来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说它在屏蔽,是吧,它有可能 它是屏蔽,相当都是在那边的 对啊,我知道啊,李嘉诚的,李嘉诚的第一个老师,陈伯,四川人,同庆人 在李嘉诚上是卖塑料花的时候,就是我跟他有没有学到的,我是06年拜他,07年他就去世了 他最精通的也不是风神,最精通是面相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看面相不是看相的五官 是忘了之之,为之神,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存在 他去世是,是李嘉诚用他的私人飞机把他接到香港马利亚医院,费病去世 去世完之后,一体是用飞机运回程度,然后当他走路去换他的 因为他把四川的川举带到香港,带到国际 因为他,他下面有什么旅人伟,刘德华,什么什么什么,那叫谢天芳等等 一起在成都开了一家餐厅叫满天芳,只有两家店,成都一家重庭一家 满,现在,现在成伯的儿子在大理,好像快关了,快关明了 因为成伯确实对民生来的很少了,过去民生经常来 成都,原来有个古兆寺,青城上有个古兆寺 那个方钻叫伯镇,是吧,有秘工 他拜成伯的干爹,是吧,他很多,就是说在那里 这个试验,全都是香港这帮民地应该修起来的 然后当地捐建很多西方小学,做很多慈善 都是因为他,因为成伯的关系 因为李嘉诚这条线 他在李嘉诚还是,在卖塑料花的时候,他跟李嘉诚这条线 然后他说,你将来会希望发达 李嘉诚说,我这辈子能吃饱饭就可以了 他说,不仅你能吃饱饭,你能让很多人吃饱饭 然后李嘉诚后来发达之后,就请他做他的军事顾问 他其实不仅能吃饱饭,不仅能吃饱饭 他其实不仅能吃饱饭,不仅能吃饱饭 他看着是,他面向眼镜的是成功读 比如我们当地的一派有面向 现在是传了,成功读他的后人也不会 我们去打听了,在四川的滋阳 他的后人也不会了 成功读像吧,网上有他的书,都是假的 脱明的,至少我收集成功读的东西 那个手抄本的不是网上来的 但是我研究不懂 大家有兴趣研究了,就大家研究了 你刚才说的开面像是 透过线下看本证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万额知之未知神 您把他想起来 万额知之未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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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真是谁 你一看了他什么 这才是很不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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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的态度,一看 不是看到鼻子多高,耳朵多大 对 看边,这一看是太,这种 但是也准确 这种 隔壁的,软硬的 你现在一看到他的样子 你现在在想什么 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过去远去嘛 就是过去远去嘛 你像被人看穿的感觉 不敢跟他说 见其次 军冰在咒里 是吧 那是瞎火 第一次冰在西湖 第二次冰在咒里 第三次冰在咒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往下回 一往下回 所以有没有例 看完 看完入守五星 看完这个 入守龙者五星 为什么看五星呢 一楼第四光星斗 看一下天上的星星 看一下地上五星 看五星什么样的山 接什么样的穴 那山有没有穴位 对吧 根据我们昨天 前天讲的五星九星 九九八十一星 这个原则去判断 去判断 凡是能够有接穴的地方 然后再去找它的来龙的方向 找它落脉的方向 来确定穴位 那么 主要还是要认到这个山的五星 融微 看到这个山 诶 它的五星九星属于哪类的 其实就是把这个山 千奇百怪的山 分成几个大类 对吧 分成五个大类 几个大类 再细分点 廖架还有廖架九星 对吧 它 它其实所有的 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它没有什么区别 把这个看完之后 再来看它的唐军 再来看 先看路手五星 四看八方落脉 再看八个方向 所落脉的情况 对吧 这边是山 这边是水 这边是路 这边是有防水 这边是桥 再来看这边的形态 从形犯上看 形态有没有尖角直冲 有没有向上逼甲 有没有反手 对吧 还是环保友情 还是龙虎相斗 龙虎心权 等等 看完之后 再用摩盘 再用摩盘 所以就是看八方落脉的情况 八方 看八方落脉的情况 这个时候 看的时候就要注重什么 整个 首先判在哪个圆轴 分析八方 第一 大看 气势 小看精神 就什么意思 像这种大的地 一眼很难忘掉地 就看他整个 这个唐局的气势 整个气势 左右 是不是中和中正 居中 然后看左右两边的杀手 是不是环保有情 前面明堂是不是 这个 层层 山蓝 山蓝层起 是吧 风蓝顿起 要看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的一个气势 那么小地 比如说 找一个小风水 小山垢里面 或者自己家里面 就看什么 看这个山的骨脚 看精神 就是看山的形态 看这个小山的形态 是吧 因为八地 就是我们原地 以前我做那个磁藤 上次说的那个千马山 那么远 你怎么看到那山的什么 那个山 到底是往外走 往里走 就不用看 就看到山像天马 是吧 再确定是 是不是这个 千马的 还是七马的 对吧 从这角度来看 就先看大的气势 小看精神 从这个地方 就确定出 再结婚 我们确定出席 还是胸 第二 是吧 看防腿 第二 分蓝 第三 看防腿 这个古代呢 也讲 其实书上讲的很少 很多就是直接防腿 就是指南丁 是吧 指丁太多 一个风水 不管是阳载阴载 根据左右龙虎的情况 然后确定它 这个一定要结婚一下看 刑法上 首先设置一个基础判断 确定这个地 所以我帮你家里的男丁 还什么女丁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一起 这个 我们去重庆 方总是吧 一看这个地 你首先拍到南丁谷 这是 因为一看它的形态 青龙壁 这种情况 它就知道 家里的男女的一个 左右 不血本 然后看到白虎方向 水也是 出水口也非常好 白虎也是环保有情 那家里就是村女生 家里村女大 你研究生 白虎那是被杀 非常修理 白虎杀 黄保有情 黄保有情 而且水归白虎 右水倒左 右水倒左 左水倒右 左水倒右 右水倒左 白虎 左水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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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留了几个好事的同学去问他的情况 后来我们还全部号召在方祖大林下大家捐款 给大家捐了一两个钱 后来人家把那什么东西打过小了你怎么扫回来啊 土的什么 对 方祖是当时 当时方祖号召是在修动方祖 但是我们要改造他的风水啊 但是他不是 他这个地方没有付给台积他 我们当时跟他看 选一个地方说跟他把房子换了 结果那个堂主说那地方全部已经被拉入改造的地方了 不可能现在农村里面不批台积他 没 就那天上午 不是 这个地方开完之后 整个村民办的同学全部叫去不叫去开房子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那个同学是出家人 是吧 就是个猴子 他也跟我去 对 他看着又刷猪了 他在那里去搞个人验金 哈哈哈哈 你不是 看着房子挣起来 看着房子套起来 哈哈哈哈 这是旧品嘛 所以风水跟风水 你家穷的什么都没有 你们就是一个全笔把枪 连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件一样价格都没有 你也看不到一件破整的完整的衣服 对 那当时为什么我敢下断雨呢 因为那房子太破旧了 一开就是没人住 就养了一个女儿 我就完全就是没人 是吧 等 我讲完 门就开了 哈哈哈哈 那简直是没办法看在里面 对 没什么好人 对 包括我们去吉安也是嘛 我们去考察的这些所有的池塘 因为很多 最有代表性就是 十年越久的房子的风水端念一定是越准确 对吧 你新修过房子修过三五年 十多年 你如果不当运 对吧 你不一定能够 能够阴上 对吧 如果坐过十年 二十年 那就好断了 对吧 很多老房子坐过五六十年 闭着眼你都可以断 你不用罗盘就这个都可以断 就可以断 你看那个 我们去吉安也是 考察池塘 是吧 这个池塘实际上大的情况 这就是能出贵 还是出负 是吧 还是能出一般老百姓 然后看 大房 二房 三房 是吧 大房是老百姓 人定多 二房能出来刮过人定少 是吧 三房和人出来刮过最后决定 然后我们说完 然后拿个当地欠留的人过来问 都是这么短 对吧 所以只有风水 它一定是提到去检验 要去验证 你才能够知道它有准确度 你不去验证 只剩谈壁也没用 对吧 但是它基本的顾虑就是这些 你通过这个形犯 跟大房看出来气势 看出它的篮里有别 然后再定房奋 对吧 既然咱们讲的房奋 房奋是什么 房奋就是家里兄弟排行 排能自排备的 人自排备 他这个房奋不包括女性嘛 我的姊妹也得不认 只是这个男丁 男女 家里面的女份也论 但是出家以后就论男丁 因为我去我们当地 就是跟那个老板看完之后 他带我去看一个地 这个地 我说那一个 应该是这个 华女校 他什么叫华女校 我这地 他们女儿出嫁嫁得好啊 他说女儿嫁给他们 我们棉儿市的一个副市长的这个儿子 他也是有一个象征的 也是有 家里在那边的发女修啊 是吧 还是这个女席上文 用一回步啊 这是属于 那个叫什么子女奉 大家后面会讲到,其实只要你把心体认准,看这些真的一点不难,那就是基本功夫下功夫,就是把这心体认舒服,什么叫扫灯待经呀,什么叫廉正与火啊,把这东西认舒啊,就是易如繁的。 像这个风水,我们看八方,接下来我给那个唐总,他父亲去世,当地风人先生找了一个地,是吧?当地风人先生也是很有名的人,他父亲也懂风水,他父亲去世之前都要求我要葬到这里,是吧?但我也看他这个时候杀手,不能葬啊,当地风人先生,你看这个堂就多好,水口也收得好啊,是吧?这个消水也好消,那他把他改到对面上刷上去。 他首先还是一定是不过大的原则,先看路守龙,是吧?他那个路守龙就是在一个,他家的老房子,那个唐阳红,老房子我们去以后那是下雨是吧?他是一个老池坛,是吧?老池坛,做前山迅象,奔金方朗,前山迅象,后面是一个,后面是一个, 这个五驱军,这个是杀手,这个是杀手,是吧?他父亲呢,去世自己跟自己找个地做罪,正前方这个地是五马龟塘,中间是水池,有五马龟塘。五马龟塘地,水出寻尘方,是吧?前山迅象,走沉水。 对,我第一次去唐阳红那里,看完楼盘,我说这个地是你家的老房子,他说是,我说,你家里应该人定不忘了,那我们是决定,人定不忘了。他说怎么这么算?我说,这个水口,这个座山,后面来着你看,我到后面去看了,他应该人定不忘了。 他后来说,我家不是坐中间的,他这里很多家房子,大房子,过去是大地主。他家过去,我以为他家过去是地主,所以我说的比较保守。 他说过去他家给地主帮忙的,他家住的是地主旁边这边的房子,是吧?我现在这么说,我说地主家现在有没有后人啊?我说应该有。 后来他和他母亲,他母亲那时候精神状态很好,今年才去世,就打电话问。到了后来我都回北京了,我打电话说,地主就是没有后人。他也是犯了,犯什么犯? 所以你看这个,他应在见这个地,见到杀手上,这看整个藤主也还可以。但是他不是在入手龙上面,入手中间在这里。这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白虎杀手,不可用。 完全不能用。完全不能用。然后我在后面,他这边有个地,整个水是游水导族,甚至是液水居,有潮水水上潭。这边有个地是一个,一个狮行。一个狮行地,找一个狮行地。 很多人。 沂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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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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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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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楼是一个很高的 平直的 物性的 那么后面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那种体育场 运动馆 这种水性的 如果你这个高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方形的 那么后面最好是什么性 火性 火性的 是吧 一定是最好后面的入手龙顿也是相生的 相生 彼合 一刻都可以 刻出也可以 不然它刻你 你刻我刻为彩 也可以 包括做度分析 将来用做度分析也是用这个 相生 用彼合 所以一定要用深刻分析 大看星体 小看土角 就是看这个 大看 气势小看精神 一个意思 就是大的看整个星体的形状 看红光的 小的你就看这个山脚是整个走的 看土角的意思就是看 什么叫土角 这叫土角 这叫土角 整个山我看这里 看不出山是往哪个地方运动的 一看它的脚 这个山脚好像是感觉 山是静止的 但是我们摸这脚来 就感觉它是动的 把龙看成有生硬的 那看山的诀窍 怎么走 小的看土角 对吧 然后龙外的行走 看水 龙水水走 对吧 两山之间必有水 两山之间必有山 水的行走方向就是龙的行走 到龙水交汇的地方 那么龙水停去的地方 就是街区的地方 那么 这个土角行走的地方 就是龙 杀手 行走的地方 杨坎 杭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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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杨坎 杭坎有区别 杨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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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坎又呈天安白 福建派又称简刀口,广东派,广东派的简刀口 因上,因钩,地路,故郊 假如说这个地方有地,这个东西要偏白,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简刀,不大,不够明显,但是形态是 王神,这个央银是什么意思,在这里 高,天,高速短 这个平底,上面就是央,下面就是银 对,羊杀、银杀 羊杀、多祖、平寒,银杀、多祖、败绝 银杀、多祖是什么? 书里的 哦,这个 对 我那个老家,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我当时学这个字,我拿回去,拿到我老家,每一家里面走到一圈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个家族 王晋家族过去的一家 生了七个儿子 这七个儿子到后代,就没有一个难地了 然后,我站在他家门口 看出来就是一个银杀 银杀很明显的简刀口 直冲,直冲名堂 有机会去我那里考察那个梁光烈鼓 就带你去看看老房子 现在房子垮了,看什么地还在 而且这七个儿子都很优秀 有等乡长的,对吧 还有教书的,从小教我小学的 教我练武术的,也所谓武术启蒙老师 从小就给他打拳的 但就给后代 王晋像这种,这个银杀口 是不能在那里剪划,还是可以划啥 有办法? 划怎么划? 可以划,根据形态 他这个情况 这个口不厉害 只能说是有巨型 但是不够厉害 这种就是不喊 这是平宠而已,不会到这绝望 这些杨杀利害一样的绝望 都不好 你看江西山寮,那个廖家 后面的那个水沟就是殷杀 殷杀多祖 殷杀多祖败绝 那么就是殷杀 但是那个廖家也没败绝 只是人丁少 过去人丁不过千,现在人丁也三万 过去在江西山寮市 增加比廖家厉害很多 到了廖家 到了廖家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七星池 煎好之后 廖家就超过真家了 从这个真宁 廖文正去修建 修建这个十三林的时候 修建成林的时候 它就已经超过真家了 在以前真家是远远超过廖家的 在以前 沈家是当地最大的地势 就是沈住的那一家 最大的实力范围 他们要别的说 当地,就是土生土生的一个家族 在那里,世世代代代为家的 他们这个,这三个人在那里 只是接了三个毛棚 是外来人 所有的男朋友都排外 我这个婚人保定怎么可能来挤我 真家人家是 强行把沈家给赶跑的 主要是真家赶跑的 就是修了那个杀手 这个龟蛇交汇的杀手 就这样讲过来 把他赶跑了 那么真料两家过去 关系也远远不好 打架,真宁为保定 打架,这里有很多故事 什么,为了保定 吞金自杀,然后把自己葬到那里 真家最典型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观音汪海 真家的一个,真家的人丁 也是因为那个观音汪海这个地 做好的 他观音汪海这个地 真家过去人丁风上 天天做风水 他老婆就说,你天天做风水这么厉害 你怎么自己家人丁这么少啊 他说,没有好地啊 他就给他老婆,我倒看这个好地 就是你,你那个 我那爸这个山上有个好地 是吧 说到他老婆 然后他老婆就回娘家 就自杀 死在他老婆娘家家里 然后他就回去找人要人 死了就埋了嘛 他就说,来你就哪里找个地方嘛 他就故意到这个 他娘家地的这个坟地里面 到处乱转,转两三天 娘家人就说,这个地不准埋 其他地方任你选 高山任你选 就安排了他在高山上去 然后他在高山上去选了地 他提目的就是想要高山上那个观音汪海 一般,风水宝地老在高山上 他就不在高山上 就不在那个观音汪海地 他到了那个观音汪海地 到那上面之后 就开始做洪水 一做,做了两年 在南方修一库音 是时间很长的 一般时候你要做一库音 在前后一点都是很正常的 现在说 他做洪水做了两年的时间 旁边打了一个棚子 把这个祖坟做好之后 把老婆的坟做好之后 旁边又做个小坟 把他自己的奶奶的坟 他自己母亲的坟 就背回来那里 那本来那个棚是人工人 住着拔了一个草棚 最后走的时候 放火一烧 下雨一淋 本来是一个棚 反正是两个棚 到后来这个 他老做人家 就跟这个家族打官司 跟他们这家打官司 所以本来我答应 你给你一个地 你占我两个地 后来打了很多年 现在这两个棚也在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封城的案例 现在也继续考察回去 一个刑法后面 整个坐在高山上 像一个官邑一样 官邑 前面的真的是 封栏敦起 冒仁丁 所以至此 增加仁丁大王 因为我那家族也是封 前面层封栏敦起 所以到我这一代 第九代仁丁过完 仁丁多了 风水好了 也不是好事了 你刚才说的 那个人要回去自杀 他就自杀在人家自杀的 他就为了一个好洪水 就自杀了 我自己命赶上 天哪 有点破道 为了好人就自杀 这个决心够大 大家有很多这样的地 你看 大家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地叫什么 叫那个虎形墨 虎形墨 虎形墨 很多网上都觉得这个照片 有虎形墨 做的形意非常的虎形墨 他那个老虎 还做了点儿耳朵 这个目的也是骗来的 也是曾家 因为廖家骗过来的 怎么骗的 曾家娶了廖家的一个女儿 对吧 那曾家显红设法说廖家 去偷地气 你还了解了 那个女儿就把她 想从事要把她的地气来包肉 把她的地气当那个 那个包肉的纸就包过来 然后把这个地偏到手 拿下来做的 叫虎形墨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 其实风水首篇的时候 还是要有造的地 是吧 对 你看你说故事 B县则人丁稀少 整串则狗刀属 我们讲重庆的案例就是B县 B县人案例就是 一边高一边低吧 这就是原封吗 这就是原封吗 我老师这是 这一个杉背了吗 这一个杉背除了两个杉背 除了两个杉背 两个杉背 对 这个B县和B压不一样吗 B县不是B压吧 B县 B县就是B B县一样 B就是B压的意思 这个就是 这是一片 一片 那个 就今年五月份 我去福建周灵 他风水的一片痕迹 这就是好风水 好风水 最好就很 但是这边就放箭道口 箭道口 那个五重部阵 他有一种风水 这样 他一种 他一种 他站在很少方式 你看这个口对他有个危害 他知道这个口对他有个危害 是吧 我说这对你没有 对这边有 对我还遭了这几个朋友 他只要看不到就没有 对 看不到就没有 像这么大一个口是很容易 很容易上人间的 是 这边口 这边口就是从我们这个方向能看到 但是从他那边 从这个地方应该看不到 从这个地方应该看不到 对对对对 那里要回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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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烤上面 龙岸部从那里下来的 你看 整个山海这都是余气啊 这才是主办啊 这是主办啊 就是说 他从这个地方就看过去啊 你看你看有个人站在这里啊 这是一堆空间 人站在这里啊 我们这边看啊 是吧 这么看 那不看这个 这是个白鞋吗 是啊白鞋 白鞋空了啊 右肩漏风啊 是吧 右肩肩白六九菇啊 后面讲啊 这也是右肩肩白啊 就剪刀口不行 这样看是这样 这样看的 对 从侧边看 正前方有一些算 剪刀口就是 两边的前面的都算 都正前方算 我我我我我家的房子就是 正前方也算 我家的房子也是两块也算 三个山海也可以是 我家的房子也是前三不一样 所以我家人要发展 一定要走出来 只能越远好 我只能乘过来吃饱饭 只能留下百分之后 只能乘过来吃的好一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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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 也是个牵著 宝盖三台 宝盖三台 这边漏风 这边漏风 只冲我家 是吧 但是还好 就比他们过来稍稍好一点 一定要往外走 如果不往外走 这个刘文才老家 那个祖父亲的那个广东 刘永财主说的一样,他也是四山的一样 我叫刘永山,整个山麦是一条麦 从我这后面中,一直整个山麦水积到这里 这条水,龙水交会 有个大叔说这个叫什么? 一船千九牛,一属九个山头 我说什么九牛? 没道理 这后面是陶坛 这种东西是一条根 整个山很转 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里填满搞下来 加个水塘 换,换,换 阳风,我把这边后面接了解 后面,后面有一句阳风,天白祖,乌寒,须知,百遗蜀的箭 这是冰斩 像这样的地方有风吹的话呢 这棺木里面容易有遗蜀蛇之动进去 那么像这种阴风呢? 昨天看哪里? 阴风,框木就翻 这个比较好理解 讲一下第一个五六 这个阴风,你说这个棺木翻了就是风吹的吗? 阴风吹的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老祖宗书这么细 我也验证了这么的 这个是我进行五六七验证的 阴风是不是我们网中说的二五风? 阴风,偏白,都叫阴风 阴风,阴风,阴风 阴风就是阴钩 阴钩,阴风也要翻 阴钩,阴钩,阴风也要翻 阴钩,阴钩,阴钩 这个现在科学没办法去解释它 你说它这个打开是翻的 另一个打开里面的它用那个一分的小硬币 做的一个八卦形 那个八卦形 它居然那两个硬币在平地上面 又没有地震什么的 它们重溜到一起去 我觉得这个阴钩很神奇了 是不是定属的? 干的 里面,地下的杀都是干的 它就重溜到一起了 因为我这样的拍照 它们手动了 我都算了,里面拍了 我就把这个拍了 就把这个拍下来 所以老百姓为什么姓鬼神啊 就在这 很多东西现在科学没办法去解释它 我们休息一下来讲第一段吧 好 好 咱这科学才啊,才二三半年 这这个东西多少 这上千年 这脑子总经验的总结 上面是课线设计 哦 这个是上面的 课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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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上面的 o 老是谢谢,我不谢谢 老是谢谢 老是谢谢 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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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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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的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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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雾水 我现在用的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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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的雾水 我现在用的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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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的雾水 那用准备用的雾水 部主腹身体 那是一头雾水 有很多雾水 我现在用点腕水 我现在用了架子 我现在用的雾水 先腰下走 搓着肾腰下走 走到两侧 一直走到脚边 能走到脚边走到脚边 走不到脚边的不要紧 就从两侧翻过来行 走到脚边以后 然后攀足 拍下去你的脚 脚面 然后再以指甲引路胳膊 慢慢把身体弹起来 再弹到这个位置 好 再往下腰 好 反穿 好 摩育 好 攀足 好 起身 对 这就完成这个 然后手攀足 顾身腰 好 再走 下腰 好 反穿 摩育 好 攀足 好 起身 好 这是第六节 好 第七节 节是经节了 跨步向左移转 然后变成一个握拳的一个姿势 对 马拉伯握拳 这个拳呢 大拇指都在里头 拳也向上 先出左拳 对 而且这是要瞪大眼睛 全拳 怒目 增力气 这个口诀 出去以后 然后呢 把掌 把掌变成掌 身指变掌 然后向外悬一圈 对 悬一圈以后 然后收起大拇指 然后呢 一二三四再握回一拳 然后收回来 对 好 残拳 怒目 好 变掌 先过来 好 过前 收回来 好 残拳 怒目 好 变掌 先下回来 过前 收回来 好 残拳 怒目 好 变掌 好 过前 收回来 收回来 这就是第七节 好 收回来以后 并步 准备回到我们最初的 那个 预备姿势 最后一节 叫背后切 把并消 好 慢慢踢脚跟 对 最高的位置踢脚跟 放下来 对 好 再提 好 再发 这叫提肿 提肿 摆下 提肿 摆下 提肿 提肿 摆下 提肿 摆下 呼吸均匀 精神内守 一手丹田 好 我们这八段紧呢 就是后面这八段紧就做完了 好 谢谢 可以 发音乐 可以做一遍 做一遍 做一遍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十分钟 十多分钟 做一遍 好 挺好 然后后面以后你就回去找一个音乐 下载一个音乐 下载一个音乐 下载一个视频也行 就跟着他就可以打了 用这几个基本动作要力 你都会 有视频吗 这个你 你们在往里面可传一个吧 在群里面 这录的吗 这录的我们倒是不上场 录的有视频 你只要什么 你只要在反肚里头 打入八段紧 都有视频 有视频有音乐 在弄 在弄 好 好 健身起功八段紧 预备时 左脚开步 与肩同弯 屈膝下温 长毛处间 忠正暗熟 呼吸字 心神凝静 一手 男士 手掌心 手掌心 此善也得丹田 三里寇 两手 脱天底三交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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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上午 左右開弓 四射雕 打萬 開弓 並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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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萬 開弓 打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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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 右旋 摇头 摆尾 右倾 左旋 摇头 摆尾 左倾 右旋 摇头 摆尾 右倾 左旋 摇头 摆尾 左倾 右旋 摇头 摆尾 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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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춰 摆尾 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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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 圍布 善 dire 与 下岸 搬磚佛月 攀徒 与 上岸 搬磚佛月 攀徒 与 上岸 下岸 搬磚佛月 攀徒 与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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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 搬磚佛月 攀徒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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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磚佛 与 搬磚佛月 攀陌 与 搬磚佛月 攀徒 船船怒怒,抓握,回收,船船怒怒,抓握,背后七颠摆冰箫,体肿,颠图, 体肿,颠阻,体肿,颠阻,体肿,颠阻 体肩 鞭策 体肿 鞭策 体肿 手势 两掌合于护肩 体态安详 终身放松 呼吸均力 气宅丹田 中心地 足够加密 终身体 终身 肺 体肾 annum 好 好 我们是基于讲这个 好在你这些好的东西 大家有机会的话上坐 바다基社小学生体比较利好 挖挖手 挖挖气 对 挖挖手 挖挖手 挖挖气 挖挖手 挖挖手 咱们再喝点水 我要提个案一下 这个东西要在客下进行 不能占用课堂时间 今天这个上午第一节课 只有这刚才占用了 将近50分钟时间 我们是来学医那风水的 是支持的 不是来学医这个操的 这个要在课亚进行 对不对 总共一上语 总共就是不到三个小时的课程 现在咱花了50分钟来搞这 学习练习练习 因为 我想什么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因为一直在想这个扣建操 给大家搞一个什么形式 后来想这个我们学传统文化 八端定是非常 应该是古老的一种健身方法 你就是搞个10分钟就行了 今天这个搞的有将近50分钟了 就上那个上午 以后就短了 以后我们这个 五十分钟 为什么要搞个科学操 大家中午起来很困 是吧 做个操 运动一下 也有精神 咱俩健身就多好 一句两句 因为你就要先学嘛 正常的话就是 你学应该是在课下 课下去 你课堂时间就是想课 你在课下 搞了五十分钟今天 我算了时间 站在课堂时间五十分钟 我能够提前 好 我能够提前 我们办理上去 正常的 能够讲快一点 有没有 讲快 逼线则人丁西少 逼压地线 就人丁西少 走串则狗到属去 等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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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B线 好吧 今天我们刚才讲的方总 重庆考的案例 这是哪里B线 这上大门 是不是在青龙黄线B线 是不是青龙黄线B线 大门 是哪里 这是大门 这是大门 大门 青龙方向B线 是吧 青龙方向B线 是吧 青龙方向B线 黄老师 看什么哪一步的时候测什么 哪一步的时候把它稀化一下 好 是吧 这样我们就知道 比方说我去看 先看什么 先看来龙 先看什么 再看这个杀杆杆的程序 就按这个口诀 背下去看一个风水 背一遍就会 不是你妈编一个 1234 5678的程序 到哪一步的时候去测来龙 哪一步的时候去测去水 再去看什么 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个整个操作流程 我们切的钱都是刑法 因为你这次刑法三天搞完了以后 最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看刑法风水 至少我们知道一个大致的一个流程 第二个三天讲理气 所有的刑法 我们不管是看了阳风天白 阴风地论还是B线 它一并是有这个 则人丁稀少 不是绝对人丁稀少 它只是人丁稀少的一个要素 有这个可能了 脑袋里面要加分了 根据它揍山朝向 根据它来去水口 犯的凶越多 那么这种概率就越大 天下没有百分之百的 一看了这个就人丁稀少 别人是爸一样 只是有这个概率 这边山右山碧亚 左山碧亚 青龙碧亚 男丁稀少 白虎碧亚女丁稀少 上面那个徐潭君 他来加大洪水 一看白虎环境 所以加了女丁长寿 他家所有的女性都是八九十岁 还有一百岁的 男的都很少 和我七十岁的 还加重 都五十六岁 就是白虎的人比较 他就不必要 他就环保有情 他就相声形态完美 这只是一个因素 万一他坐渡风筋 坐着就偏偏 对这个白虎有害了 偏偏不利于白虎方向的 万一坐着 坐渡风筋也会补救的 你看后面的 这是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因素 再看后面的哪一种 是吧 先看入手五行嘛 再看八方落列 这个白虎 B线人丁稀少 就是八方落列里面的那种 对吧 这是B线人丁稀少 怎么叫走窜 这也是B线 是吧 向上的B线 线下线 下落 这个叫下线 这一幅人家下线 这一幅人家下线 这个老板说这里 去给他看风水 去了之后 他先没人让我给他看 他看这里 我觉得这是他房子 他就看这风水准备 我说不好 他怎么不好 我说他就 站在这里没好啊 不好 我说这个路是没有 一直在以前 他不是在这里 他说不 过去路是他门前过 后来点到门后的 是吧 我说他也不好 他哪里不好 我上人地 他上哪个 我说上哪儿 然后他就 才让我看他的房子 找一个走串 这个走串 假如说这边高 这边低是低 前方低 整个杀手跟着炉一起往外走 叫走串 这三角重桥看着已经低 找一个走串照片 我看一看 这个叫走串 沙顺着水往外走 走串 则狗到蜀切 往外走 有两个可能 走串则狗到蜀切 是指 行李皆不拒 就是说行法一看 走串则三是左右摇摆 低线 像他这种往下低 是吧 偷偷摸摸的 就是狗到蜀切 假如别人走串 很高大雄伟的沙漠走串 代表在他乡异地发展 这两个要有区分 要有区分的 方正出人忠厚 低邪出人狡猾 看那个形 就是低邪嘛 是吧 方正 方正指什么方正 能不能说 什么 就是 奈龙 不篇不移 不篇不移 聚衷 他是唐菊 唐菊 唐菊 唐菊就包括沙 水 其实就体现中国风 中处是这样的 只有邦正 处人是中规中矩的 那是在重庆 重庆五龙 下面有一个县 挨着五龙 新的叫什么 有一个县 就给领导看风扇 如果有一个人家 我这个人家可能家里人 比较 不讲道理 他就是家里的杀手 白虎杀手辟械 上场都觉得尝试 第一鞋 摇摆 能够出人呢 路过这些地方 就尽量不给他们打交道 是吧 你到什么地方 你看什么山形 你有什么人打交道 空窝 多处方管 什么叫空窝 这是他大门 他在后面 没有来的 我们叫空窝 就算他门朝西 门 坐东朝西 把门改过来 在后面这么大一个空 也叫空窝 也叫空窝 是吧 凌乱 精叮是荡穴 什么叫荡穴 穴 穴位左右摇摆 来龙不振 是吧 是吧 有青龙 是吧 血腥带荡 是吧 是吧 在后面会想起点 会想起点 这个房子 就这个房子 你那个空窝的地方 你怎么进去下来 不能靠着山根 去建这个房子 没有路吧 他自己去路 这个老板 金春兴挺有趣的 那个当天做的最大 三家级生意 这个儿童一兴 我昨天说 可能没了多少钱 他说现在是 伏在楼楼上 他就是听信了这个 咱们现在的风水是流行的 一定要紫固先 嘛 对吧 你也坐北朝南啊 不朝南是为了人气啊 这是五吧 这是紫吧 对吧 我就说那个 我就说 即使是方向改过来 你说后边的空窝 那个地方 太不可能 就是直接 直接从山下来 就接上了 方向改过来 这也是空窝 但是可以 可以拆检 怎么拆检 核花园 嗯 核花园 建花台 花台 建个两三十花台 对吧 再建房子 后面坐花台 用土堆起来 把环保起来 别宿 人家 廓榨 太 K 我说不见 真是苦 这些我确实找不到案例 以后要出去考察遇到来就看 总是我有一个硬盘两个T的照片 被我那个新来的员工接去考量资料 两个T的照片,几千楼照片打不开 案子都能找不样理 三坑相设,难以堪花 三坑相设 跟着那个楼就是三坑相设 这就是三坑相设 俄眉带水,母妻皆客 俄眉带水 像这样的地形 它可能是来龙 也有可能是杀手 都有可能 是吧 那么到底是应的男,应的女 一个是刑法,一个是礼器 刑法上面来看 一般来说 要么就是水 如果是水型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 左水倒右 如果是杀水呢一般就是白虎方向 是吧 什么叫俄眉带水 俄眉金 是吧 俄眉金 有个温去水 有个温去水 如果是俄眉金生水是不会有问题的 先有水 后有俄眉 俄眉金带水 它才会有这样的特征 才会有这样的特征 武器接客就不解释了 小金生石 小金生石 就是金星山不修礼 是吧 金星山不修礼 这个一定结合理器的 那么就是容易会被监狱 是吧 容易随人走 是吧 容易私奔 太阴带煞 王武圣 其实就是金星武区 就是武区连针 是不是 太阴带 它有武区破军 它有破军之相 那么这种呆煞 就是容易什么 因为太阴带 在破军 那么这种 凡是在破军之相 先有刻出之相 是吧 是吧 它就容易生 一家有多难 这种情况一定要结合 看 不能单纯这一点 比如说太阴带煞 是吧 再一看青龙逼迦 再一看青龙逼迅 是吧 再一看白骨穿腾 再一看白骨清泉 等等 很有可能造成寡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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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泡 血清泡 怎么行呆带 这个带档有人露过 落脉 落脉 当是什么意思啊 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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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脉 不正 落脉不正 对吧 落脉不正 对吧 落脉不正 我原来那个女朋友 他那个淑白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他那个淑白的那个那个 他那个淑白那个风水 就是 就是也是一个 也是个多摆不正的 是吧 所以 他那个犯的不是欧欧西朋友 是他老婆跟别人跑的 是吧 青龙白手 青龙啥 一样的 摇摆不利 是吧 破君带君 就是武军破君 其实这段就是 生的人不好看 是吧 生人不好看 批连于虎 破君带君批连于虎 什么意思啊 破君居有位 批连居无位 位子 换位 这个绿的人 就是这种怪的 比如说经常有报道 哪个地方 那个猪啊 又生个什么象啊 什么的啊 什么 有可能就有这种象征 这个我没遇到过 但是 这前面是经常容易看到的 特别乡下 这些地形很没看到 后面的居意 没看到 杀手反辈 武溢无情之辈 功而携仇 端癫狂妖术之人 这都是讲的是什么 八方 堂局 是吧 像那个杀手反辈 所以杀手反辈的 皆无情之辈 我们那个家族也是 老三 所有的老三 家里的这个小孩 老幼 都跟家里的父母搞好关系 我们那就是白虎反辈 我弟也是 就是 这些房子 后面杀手很漂亮 就是青龙 青龙为岸 所以 整个家族都是老大 挑担子 所以我也很对啊 老大挑担子 所有的他都是 这白虎反辈出去 风乱邪策 颠狂妖术之人 什么叫风乱邪策 三方斜的 歪的 衣斜破碎 歪的 墓首相楼 墓首相楼 瞬移 步伐 灵归横底 一步入身 其实这里有个很好的案例 我去龚生厅 我去龚生县 看了一个瓷场 这个张鑫的瓷场 这个瓷场 我要照片准备找出来 正前方 它瓷场 在一个半山要 左边就是一个 左边就是个中金山 右边就是一个 墓首山 他这个瓷场 四十代代出 要么出道士 要么出和尚 要么出仙婆 而且出的都是有名的 还出了一个 在民国时期 还出了一个肉身菩萨 他出去的道士和和尚 都是当家 都是方丈 这很有名望的 那我去看的时候 当地的风乘县 公安局长 他姓张 他修家修这个瓷场 他就把这个瓷场 把这两个山分给推掉 一个中金山 一个沐浴山推掉 他说推掉就不出出家了 你为什么要推掉 他老婆要出家了 他气不够 他气不够 他老婆出家了 他要推掉 他找我看 推掉之后行不行 脚过去就放天井放水 我说推掉也要出出家了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这出出家 不是左边的这两个山 是正前方的这个架叉山 他正前方的一个山 就是一个火星山 就是一个火星山 就是一个火星山的架叉 鞋配的那个架叉 左右两边 这两个中金山和这个木树山 它其实就是出贵的山 有这两个山 出了出家人山 可能有名望 有贵气 我说你推掉他出出家 就是一般的出家人 也要出家 就有这样的山形 就有这样的山形 包括银跟银龟 横叠也是一样 有这个鼻形山 一般说银横叠 就是导定木 是吧 就是导定木 对吧 路上有银 横叠 有龟形 你马老师我问你问题 那就他如果他们家搬家 你不在这住了 还会不会出 那就没人 搬家他也 他就没人 对 他搬家就不会再出了 别吃糖 素素带带的吃糖 进来了 祖上银糖 在那里 王老师你是啥 你是墨烧 墨烧 墨烧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头大一头小 墨烧 鱼带 这些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是吧 第三个区别的 鱼带是什么 墨烧是 这些都是着附形的 着附形是 一头很细 突然起高峰 那鱼带的是 一个高的 再一个小的 是吧 叫鱼带 是吧 八条文里面就讲 四目鱼带 分为几度 使唐诗 苦一尝 就在鱼带方向做 在不好的位置 也是不好的 墨烧香炉也是 有很多香炉山 有很多香炉山 这边玉印 就有点香炉 对吧 是吧 有很多金盘秘印 它也相似 灵彼就是龟行帝 龟行帝 的话 一般高山 这个河行的话 高山的话 沉项多 平地就是龟舌多 一般都是田地 平地容易加了什么龟跌 零歸橫底這一類的地形 因為歸性地有什麼零歸洗水啊 這樣的地是歸性地 這樣不會橫 還有零歸戶子 我們兩個小三包 就看零歸戶子地 等等 極要特征殘英豪 子徐成名提驗塔 極要特征殘英豪 就是生的殺 方正嘛 就是方正之分忠厚 這個都是陳山 兩個搭檔 搭檔搭檔 來齊心 然後又撐著 你看這個地就是 能出方圓 要是後面是一個土不留金 那就能出富貴 像這樣的火星加木出 就主貴 要是金型土型就主貴 仔細成名提驗塔 它就是代表 其實講一個意思 就是說除了這個山 方正 端正 秀麗 什麼 極要 極力的藥心 九心 藥就是九心的意思 九心特征 標準的九心山 那麼除了人就是標準的 對吧 那麼後代就是有名的 是吧 板上有名 即驗塔 風暖遁起 望能丁 什麼叫風暖遁起 這種 大凡這個風水 在高山之上的地 它很容易找到這個 山暖遁起 層層山暖 一般這個高山的地 往能丁 低處的地 是往柴波 因為在低處的地 容易收水 在高山之上水 都是順著山流走了 對吧 所以風暖遁起的地 都是高山之上 你看看這個格局 你看 我們看了一個一個山 一層層看不完 對吧 就是人丁山 人丁山 人丁山 對吧 看到山多 人力越多 你看這家族往柴那 風水門前 一往你別惹它 對吧 那有些時候出去看這個風水 這家 它其實很多時候 也唯厚很多 也知道 從這情況看 就知道它這個地方 到底人丁怎麼樣 多不多 有沒有 就從這地方來看的 大的原則 首先 在它這個基礎上 能夠再下落盤 沒有這個基礎下落盤 算了再好也沒用 也沒用 這是風暖遁起的意思 水聚名堂柴波多 有水歸糖 有水停聚 對吧 像我們昨天考察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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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它水聚名堂沒有 昨天考察這個叫什麼 像硝香真虎 是吧 甲芋 甲芋 水聚名堂 這麼大水 對吧 這麼大水 它可能是水聚名 硝香真虎 水聚名堂沒有 沒有 它那樣採檢明堂改大 是吧 流水過來 水不停聚 對 相反 煎熊 柔惡 破煎多 甲芋 虛 風太雜 就是所看的山川 一邪破碎 對吧 不修煉 總之一句話不好看 對吧 是吧 然後這條人咱們就別惹 是吧 你看很多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為什麼講 窮山 是吧 惡水 出雕名 就是這個山回水走 是吧 一方水土一方人 那麼這條人咱們就不惹了它 你看很多地方發誓能夠出這個 出土匪啊 這條 大家都有這樣的象徵 山風雜道也是一樣 就很多真假部分 水之定之無財產 水之定之無財產 是吧 是吧 如果水當成直屑 直流而出 是吧 那來短去長 來水很短 去水很長 這代表財 財源稀少 來得少去得多嘛 山雅虛之 人滴稀 就是四山高雅絕人滴嘛 就是四山 像正的地 假如說 在正根高陰仔 這四山全部高雅 是吧 是吧 而且奶水砸 對不對 像這樣地啊 人少 當然是 找好了能出大湖 很多山谷裡面 但很難找 找好了能出大湖 而且這種地 諾曼很急 很難堅持 諾曼太陡了 入手還沒講到 像後面有吧 入手太陡不止虛 總共賣其的地 他也很難解決 一旦找到這樣的地 他也能夠大湖 山秀明堂水不回 丁段丁多家無財 這種在高山上 挺多的 對吧 我家的地也是這樣 風暖凳起 水當上之處 人丁夠萬 準備出幾個月有錢 但我又一重 水聚明堂 山高雅 丁主才望人丁西 如果有水歸唐 但是四山高雅 這種就人丁西少 其實這個都比較好理解 這很形象 是不是 天白有土 書戴風 這個講一下 風講了不是講了 奧風 是吧 講奧風講陽耗 講天白 講刀刀耗 都一個意思 這個地方 是吧 這個地方 後面 這個地方 它有這麼一個土 填上了 堵上了 它周圍 它的 這後面 這假如有地的話 它是用山 那麼就知道有土 就是容易發負很快 為什麼發負很快 為什麼發負很快 這有氣能進來 這個土能堵上 它直接受氣 如果也能 唐拒能收到的話 能歸到 這個 三級六秀啊 中火二星啊 對吧 能這個奈公 波紗等等 能撥到這個 尾盒 整個方法看得懂 都能收到 但是這個地 這個好圖 你還建了很多地 這有很多穴位 做了很多陰子 做這裡大家覺得好嗎 假如我們去看地 這麼一座高山 這後面有缺口 你看這形態 這裡看形態是好多個 刑法部和舉動 是不是 環保 龍虎環保有情 就是這樣 這有地 後面有缺口 可不可以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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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最好不做 這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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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你看它的落脈 它的形容 應該是從 從左江進氣 橫隆街穴 後面是它的鬼山 後面是沒連拐的 應該 你看它的整個山脈 這麼橫過來 它如果後面進來的話 山不會這麼走 它這是兩三之間 引到水 是吧 這後面 明顯就是它的鬼山 這鬼山 這裡就空了 是吧 這種 這種地 短期用回 年代一場就不行 那些應該住在哪個地方最好嗎 一看這後面有個大漲開 再開個大漲 是吧 你看很好 是吧 這裡 你看這裡很多老蚊嗎 一看也可以 而且這個蚊 你看這個蚊 這個體型有力 是不是 你看這個橫隆街的體型 是非常有力的 這已經落下來了 這是魚氣 魚氣都回來 都回來當作 這個它的一個 白虎殺手 這裡好像也是 這裡好像也是 是吧 這田 這個田是粉 這裡肯定是粉 一塊兩塊 是吧 這肯定是粉 王神經 這個你說到 最後不加血 就是因為後面我有鬼山了 有鬼山 鬼山 鬼山 鬼山是氣嘛 天白有土 出代富 就是有土發風很快 但是 也不久啊 也不久 如果做 這種最好是做它的用山 就是說做它的這個八方的布局 嗯 不要做它的這個這個這個主山 不要做主山 坐在哪個地方最好呢 像這個這個形態 房子坐的話 找靴的話 點靴的話 反正在這裡我不會 我不擔心 因為如果說做生意短期 做十年二十年 住一點問題沒有 這個就算很好的 那時間一長 也不好 後櫃受風 就沒有人來定來 不能那麼說 不能不能不能 我也不敢說 直到後櫃受風 它會慢慢舉的 這個就給我們看那個 山懷堂那個食堂 它為什麼要搬 也是後面見天白 是吧 我們推測 那個食堂 就是開片的食堂 它主上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 它為什麼搬 也是因為這個見天白 這個是很小的天白 嘍 是不是 那這個土鳳鱗就是 非常漂亮的 它都搬到這裡 沒有穴位 對吧 這一個肯定是因為白 這個青龍味的這個B 不一樣 那比較很漂亮的 有機會我們可以去考察一下 你青龍味的那個 右邊白虎應該沒有 青龍味可以壓得下 右邊白虎 青龍膏啊 這青龍膏是非常修理的 右邊白虎 右邊白虎是 你掃一下 是前面這個整個名堂中正 幫正 而且會 形態優美 我站在那看過的 都不一樣 所以 在天白那個地方 見個塌行 是不是能夠擴充 那一個塌 它堵不住啊 如果穿身 會穿天平的 在那裏 你做不到 見個長長 做不到 它是在閃 它這個 這個天白其實不厲害 可以做 這個不厲害 欠 찔 這個不厲害 欠重 水制 這欠了 天白有陀 bored 我说的,地露,苹果,苹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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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里,它两家版本不一样,所以它,随便你想记哪里就记哪里,一丝一样的,像这个地还就是地漏,我们讲阴空地漏决人地,是吧,这家是一个村之书,四川老家,四川,屋山县,一个村之书,在这下面,郭云这个家,整个村里面它应该是最强势的, 五个儿子,过去的路从他这门前开的,是吧,从门前开的,整个山,这山是都很陡,下面是大水,现在是水库,过去不是的,那它下面明堂没有啊,哪里是明堂啊,明堂就不地漏了,这就是地漏了是吧,它庭院很小,是吧,我去看到庭院很小,可能有个,差不多不到十米,就是悬崖, 那它晚上看不见不见,这咱那天,竟然是水库的房子,是吧,我说那它,它既然是,前面没有明堂,它怎么还,还有五个来的关系,它是班过来的,从这地方搬来的,对啊,班过来的,老师这个地漏,平广,肤棉园,就是地,地是地,但是前面有广, 那还是,还是有福气的,这个地,肤棉园,说明是这样的,这也是,这也是,假如没有,这个平台,比较低的,是吧,它建了平,这个平要广平,很广,宽阔的平,它才会绵延不断,没有就没有,平有多大,广有多大,对,这个老板也是营商很大的企业家,四川的,南冲的企业家, 它建了房子,它找了很多营商区定位,然后这个找我,它选了日寇,非要在三岁年,是吧,它是,英里年,是吧,它那个房子是做,做区,三岁城, 均建,钱,均钱,均钱 skin,编دeniz,地均板上下上上,他要奸带,大家修,我说不能修,我要修,那我不选日寇,对吧, 這旁邊寫了別墅 這是他老房子 這是他村子書 就是他的村子書的名堂親戚 名堂管老幾單?管老幾啊? 12 25吧 老二是吧 老二水貴結婚那一年出社會去世 尖騎殺藥多身貴 圓滿出府當無營 所以說我們到一個地方 比如去浙江租界賓金州區 一路開車過去看到都是這樣的木型的攤檔木 是吧 一看都是出當官的 是吧 我們到一個地方去看到 你看那個 洪水園的老街什麼的 都是一些金星山 是吧 別說它當官的 在那裡有錢的 這個應該是火星山吧 火跟木的區別 這裡看什麼 它其實火跟木的區別 就講貪貓木 它的底次圓的就是木 平的就是火 火星山也是出貴的 只要秀麗的火星山也是大貴 比沃還貴 你看我們看著那個 豐盛縣那個瓷塘 李柏平那個故居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火星山 就是乾山乾城西 乾山乾山水流乾這些格局 所以 所以 我跟貴 是吧 一個是 貴和負怎麼判斷 富貴 一 三 三屬什麼 三櫃水� 三櫃水� 豐 這 三櫃水� 相 將 該 兩 三櫃 方 圓圖 方 才 誰 清 醫生 山管倫甸水管財 是吧 尖貴,方圓圖,方圓圖,就是山形,山管人丁水管財,但是山裏面也分富貴 以分富貴 從這八個原則去看,上午就講到這裡 下午是多少?一點半,是不是? 對 好,一點半了,謝謝 我們在這兒吃飯的同學到宅安靜,經濟豐富的 老師,您能再把那個年份寫一遍嗎? 年份就是老大老二,對,老大老二,房份 防份,在這兒,防份 謝謝 謝謝 我請說,防禮 謝謝 謝謝 這是乾淨事的,沒事 是 這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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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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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好 OK 好 沒有 好 你转一转 没摆下他都一边 他都从侧边干多 没摆下你摆下他都一边 没摆下他就一边看 没摆下他就一边看 那几个池子全是谁 不放菜去 那你可能没人家干 我拿下来去 他到底是什么 小坦丁都是人的吗 大姨大姨大姨 就是太一世了 在一层 这一层他们都认识 一年 十年 一年 十年 我不知道 我就是烧了个池子老乡 阿姨姜姜 这个不是男的 火在煎的吗 这就是烧不出汗的 对 这样 跟上有个火 你看着火炬吗 这火的颜色 燃烧的形状 燃烧的形状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一会上没发炬 木头像没发炬一样 我来了 好 谢谢 谢谢 鸣子 这个鸣子 这个鸣子 一个鸣子 就是 这是 一个鸣子 就是 学刑法复材,学卵头,再学理器,去卵头,去看外山外水,再去看理器。 我认为,如果从小是白人长大,这边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嗯,我个人觉得,哈哈哈哈,她那个,两百和金带是一样的,所有的行李把是一样的,有法是一样的,这种的嘛,白人又是一传型的,哦是的,这个好像是一样的,你看,我这家本来的两百一都觉得是大美丽的,对,也是大美丽。 如果女性就要减定百分,这个时候,对。 零一口鼻就是这样的 看零一口鼻 第一次 你还要发生的 这个是 可以啊 还要一般 像我一般 这个是 我忘了 哈哈哈 我真的我不注意到 我就觉得下回吃饭 再算什么 再来一顿 你们还会在 你属于 不感觉 你弄上头发的感觉 不会吧 对 对 生不下 我家 我家是一个鞋床 前面大家盖了一个两个 非常多铁肤毕压的 毕压人家要人军系了 毕县则人军系了 很近 因为我们的表情 不是那是我 想盖的 现在我老宅子就是那样 就是正对着 我去前面的一家 很高 我现在都在那里 是1990后 要是这样过 两面组前后左右都是人家 在那里的一家 所以前面都盖了一个很高的 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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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老师 很高的 很大 因为你是确定 鼻压你是站在你一家的手 你逃到门口 看出完 始终是鼻压的 对对对 好理解 因为它比较形象 发扬 看就比较大 看不见太大了 比较好 比较好 其实是想说 是 제가 吗 这人说什么 家学 家学 여기서 对 但是我看来 开始有 培 Wizsections kita 谁 是 但是你要是 急 因为 caregivers 菜也是深刻吃的 菜也是深刻吃的 就吃菜了就不知道啥是啥啥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要想看懂的 種子 大家要感激點 今天喝的也很香 你覺得很香 來來 沒錯 你看你大聲大聲 大概有意思 就是更方便去吃的話 可能覺得你稍微 這個不想吃 但是這樣可以一起吃 好吧 謝謝 來餐具沒有 不用 不用 謝謝 你家在這裡 可以啊 好嗎 好 謝謝 好 你好 陳老師跟我一道餐具 陳老師 來吃飯 把我的餐具帶你去 我沒有 不用不用不用 在陳老師那裡 餐具毛不拉你去哪 對對我知道 來 你拉沒有 我159歲 先喝159 好 喝了以後就吃飯 好 姐妹 每天 每天 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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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餐的餐具 那是養生專家 那 我得向你學習啊 好 好 好 我幫你過來 你把這個事情 在這兒練這個 什麼慘 對 前班長 打了一個招呼 好 不爭氣 對 敬住 發工 動工 進工 那是在一個市場 市面上 對 防篩的學動 每個月學7天 修練7天 那我就無所謂 嗯 如果今天我家都不在 屁股嗎 不是 不比 不比 那 每餐餐吃159 哦 能量餐 哎 這杯咖啡嗎 哪裡咖啡 哦 不是咖啡 我趕緊看一下 好